新闻市三重在11号晚上8点半 游民诚信嫌犯到槟榔滩二度表示说 想要来应征工作 那么店员也很好心 打电话来问老板 他居然趁其不备被抢劫了 做案失败以后呢 是直接开流 警方寻线得到他 居然是又情绪失控动手袭警 哎呀大说什么啦 你不配啊大声啊 怎样 我袭警啊 我袭警啊 你袭警看看啊 嫌犯遭到逮捕 还要挟要袭警 甚至还真的出手 而他伤害人最初可是一副 任务其事的样子 这些伤害事件就发生在新北市三重区 11号晚上8点半左右 这名诚信嫌犯到槟榔滩 向店员说要应征工作 对方豪意帮忙打电话给老板洽询 他居然拿着力气攻击 尺度抢劫 我是把钱都已经赚掉了 我把手抢掉了 我把手抢掉了 我拿我自己的手机 要去外面 我一直说在报警 曾经嫌犯 既然发前一天 就曾向同名店员表示要应征 再度前往 居然就趁机犯 大喊我缺钱 就动手抢劫 失败作手只能改溜 你存在吗 我已经有钱了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诚信嫌犯情绪二度失控 更造成店员肩膀手臂受伤 江峰调查还发现他有多项前科 如今再次犯案研疑伤害 抢夺未遂罪 将全信嫌犯以送划办 据者资网报道